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人性深处的种种不堪 作家莫言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带着一种崇敬之爱 对书中的母亲进行了客观笔触的真实勾画 通过史诗一般的故事情节 将时代的缩影融进了上官的家族史中 在众多的人物命运之间展开了相互勾连的叙述 将上官家唯一的男丁上官金童这个恋如痞的患者 作为第一视角的叙述者 故事引进一种魔幻的状态 这正是莫言一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 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 风乳肥囤可以说是莫言雄厚语言表达功底的极致发挥 让人读起来寒畅淋漓 本书的作者莫言是大家所熟悉的 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2012年莫言的诺奖获奖理由是这样的 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这也就是他典型的创作风格 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原名管摩叶 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 这也成为了他写作的源泉所在地 他的一系列围绕着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文学作品 是他创作作品中最具有感召力 比如他的中天小说《红高亮家族》 便引起了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担任电影《红高亮》编剧 该片获得了第38节 国际电影节金雄奖 而《风鲁飞腾》则是其长篇小说中 里程碑式的作品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呢 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母亲是生命的何 第二个重点是 死容易活难 越难越要活 第三个重点是 每一个人身体里都藏着一个上官金筒 好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母亲是生命的何 首先呢 我们来探讨一个关于生育的话题 每个母亲都是生命的载体 生育的过程对于母亲而言 是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 而在久远的时光里面 生育对于女性来说 可能是与死神进行的一场交易 用生命延续生命 这样奇妙的感觉 相信正在听书的妈妈们 一定深有感受 对于上官鲁士也是一样的 没有人能剥夺一位女性 做母亲的权利 尽管这件事情 对于上官鲁士来说 痛的部分 要是爱乐的部分 但是爱就是这样 一位母亲的爱 将儿女 以及儿女的儿女 全部包含其中 母性之爱 闪烁着上帝的阳光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 将宗教的信仰的具体化形式 寄托于女性身上 比如圣母玛利亚 中国古代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情 描绘得很是隐晦 比如说 对于生育之前的过程 便要称之为阴阳交合之事 而对生育之事 又尤为重视 生男视为弄章之喜 生女视为弄瓦之喜 这阴与阳 男与女 往往都在女人怀里 仿若母亲这个词 就再动着世世代代的人 上官鲁士 在上官家族中 便承担起了传统家族中 传宗接代的职责 生育 母亲的婆婆上官鲁士 是这个家族中强悍的女人 可以说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上官家是做打铁生意的 这种本属于男子的利器活 却因为上官家男人 上官鲁士 也就是上官鲁士的丈夫 还有上官受洗 也就是上官鲁士的儿子的无能 而落在了上官鲁士身上 虽然这个家的男人 都不怎么刚毅 但是家族相伙的延续 却都要寄托在 下一代的男丁身上 母亲上官鲁士 自从嫁到上官家 就自然跟了上官家的姓氏 鲁玄儿这个名字 便尘封在了母亲的姑姑 与姑父的家中 他自幼便成为了姑儿 父亲与母亲 正是在那个中国历史上 特别的年份 1990年 八国联军 清华战争的那一年 在高密东北乡的大兰镇 进行了抵抗德国军的屠杀之中死去的 鲁玄儿六个月 被后来赶到的姑姑和姑父 暴走抚养 鲁玄儿被姑姑调教成了一位 传统意义上的贤德女子 无论是在外在体貌 还是内在的公顺上 她都有着优势 最后嫁给了家底 还算是殷实的铁匠上官家 在鲁玄儿接下来的人生之中 就像这生命的初始时候 不经意的预兆一样 注定艰辛 上官家 鲁玄儿生不出儿子 甚至说根本生不出孩子 鲁玄儿不敢说 也不能说 丈夫没有这个生育能力 而不自知的丈夫 刻薄的婆婆 将这全部的责任 不由分说的 全部加在了她身上 生男生女是一个重大的事件 正是由于对男孩的渴望 对于家族希望的强烈寄托 随着母亲接连生下七个女儿后 她在这个家庭的地位 逐步的下降 婆婆的恶言相向 和对她实行的身体折磨 使得上官鲁氏的生活 陷入了极大的不幸之中 所谓的花生花生花花生 生男生女阴阳平 在上官家是一种极大的 取舍偏差 生男孩才能维持这种平衡 鲁玄儿选择了一种 有备于道德的方式 将生命的繁衍 寄托到了不同的男人身上 母亲仍然是母亲的 生命的河水 就这样在母亲的乳汁下 一点点繁衍下去 自然不关上官家的事 所以上官家一共有七个女儿 而这七个女儿 都不是上官家的血脉 上官家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上官家的相伙 毫无关系 上官家的大戏 就这样一幕幕地开了场 出演人员 与上官家均无关 上官孕育了 这场戏的所有人员 但却控制不住 这场戏的走向 唯有生存下去 上官家的生存斗争 从第一剑开篇 就已经渗透到了 生命的激励中 莫言将所有闲杂人员 都提出在外 只留下了母亲上官鲁士 和七个女儿 一个儿子 故事发生在日本 清华战争爆发前夕 在高密东北乡 便嗅到了血腥的吐沙味 这是历史上一场 预谋已久的战争 从上官家便得到了印证 那天 上官鲁士正在生产 这是他第八次的生育 婆婆早已经不对 他存在丝毫怜爱 任由他在 撒满灰尘的土炕上 自行处理 就是在这一天 大兰镇往常的平静被打破 谁也没有在意 本镇首富 辅生堂大掌柜 在塔台上的警告 愚昧的民众们 仍旧过着自己的日常 用上官鲁士说 就是谁来了 都需要平民百姓 日子照常过 也就是在上官家 黑驴生产的这一天 上官鲁士 产下了男婴上官金桶 上官家的男人 上官福禄 上官受洗 被日本人杀害了 上官鲁士疯了 可日本人 也救下了男婴的母亲 与上官金桶 关玉女三个人的命 为了营造 那所谓和谐的 大东亚共荣圈 从第二卷开始 母亲就要独自 带着上官家 这八张嘴套生活了 大姐遇见了 沙月亮 那个靠着贩卖毛皮的 土匪样式的人 那个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随着风倒向 日本人的人物 大姐在一天夜里 不顾母亲的反对 与沙月亮私奔 二姐遇见了司马库 扶生堂的二掌柜 也是后来 抗日别动大队司令 三姐遇上了 鸟二汗 这个外乡的 精通鸟语的 不鸟人 被日扣鲁 至日本做劳工后 三姐精神失常 自称为鸟仙 开设了神坛 又被爆炸大队战士 孙不言 强奸结婚 官家的女婿们 个个都有神通 大姐私奔 将她与沙月亮 所生的女孩 沙枣花 扔给了母亲 二姐嫁给司马库 没几天 因为她带头 捣毁了日本人的列车 日本人将司马家灭了口 二姐拼死救下了 司马家的唯一血脉 一个男婴 司马良 将她交给了母亲之后 便和司马库 一同消失了 日本侵占中国的那几年 哀红遍言是常见的 民不聊生是真实的 战火燎原是平常的 任机挨饿 和流离失所 成了兄弟 饥寒交迫 与饿朴吉山 达成了协议 天灾爱上了人祸 地狱恋上了人间 东方的罪尔之邦 如驰骋于原野的雪狼 她踏过的土地 留下了一串 带血的樱花 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 失去了两个孩子 一个是四姐 一个是七姐 四姐为了救生病的母亲 将自己卖到了妓院 而七姐被母亲 卖给了一位俄罗斯的夫人 命运的大喜 从来都未停止 多年之后 上官家们总会再聚合 而此时的上官家 总要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生存下去 五姐加入了爆炸大队 嫁给了努力人政委 带着乡亲们一同进行思想解放 为妇女争取权利 带着母亲一同剪了短发 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风潮 正如火如涂袭来 一派新的气象 这正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 内部和平的家乡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 当司马库带领着二姐 以抗日别动队司令的身份 回到大兰镇的时候 一切都有剑拔弩张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 第一个重点内容 母亲是生命的和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死容易活难 越难越要活 故事进行到了第三卷 五姐和五姐夫鲁利人赶了出去 临走时 五姐将她的儿子鲁胜利 交给了母亲 司马庭的回来 带来了诸多新鲜的事物 最为特别的是 那个叫做巴比特的美国 这就是上官金童后来的六姐夫 在这个小小的上官家族的女人身上 连接着时代的标志型烙印 母亲在这个时候 反倒是更为的开明 母亲说过 上官家的女人 一旦认定了的男人 哪一个听得了劝 战争的残酷 不会因为这一时的风平浪静 就永久地掩埋在高密 东北乡的河床淤泥中 反倒是更为剧烈地酝酿着 不久之后 在历史上那鲜红的一笔 即将被书写 国共三年内战 在这之前 司马库在高密的日子很是惬意 以至于老百姓 也在这样的安宁热闹下 暂时忘记了之前的痛苦 电影在高密东北乡首次上演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鲜玩意儿 巴比特与司马库 进行着降落伞的飞行演练 这也是新鲜玩意儿 六姐与巴比特 在教堂上的洋气婚礼 也是个新鲜玩意儿 除了这期间 三姐在悬崖练习飞翔摔死 确实没有太大的沉重打击 至少上官家的日子 在母亲的场上 不再狼狈不堪 日子走着 华丽的新鲜感被努力人 也就是奖励人 重新回归的枪林弹雨给粉碎 共产党的部队 又住进了高密东北乡 上官家的女婿们 注定要给你死我活 最后跑了司马库 二姐的孩子司马凤 与司马皇也被枪毙 开始了土改 开始了阶级划分与批斗 三年内战的最后决战开始了 高密东北乡所属于的东北领域 成为了最后的决战场 流离失所的撤退 在蛟龙河旁上演 母亲脱家带口地 进行了一场生死之旅 在冻伤饿死的人群中 一路带着孩子们 执着地返回家乡 母亲活了半辈子多 知道了一个道理 哪里都比不上架 一路的艰难险阻 炮弹轰炸 电光与火蛇凶猛的袭击 天空中的轰炸机 地面上的枪弹 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母亲的执念 回家带着孩子们回家 寒冷的夜晚 凄凉的灵活 凝固 与争夺必封的 坟种的斗争 女性在这残酷的现实生存中 却更为强韧 如蒲尾 为了孩子们活 她要更为坚韧地活 这种生存的意志 犹如沾满了血的馒头 要吃下去 还要有进有味 在这白色的盐碱地上面 浮上了鲜血的娇嫩 在这荒凉的荒草中 涂抹上生死的苍凉 在炮坑中 母亲又亲手埋葬了三姐的孩子 大牙二牙 死神与母亲定下来的游戏 从来都在不经意之中开始 除了继续地活着 别无他法 母亲说了 死都不怕 害怕活着吗 生存与毁灭都可以 生活从来不会恋爱任何一个人 因为生活从来没有亲戚 那又凭什么让他恋爱你呢 死容易得很 可是想活着的人 就要努力生存 越难越要活着 国共战争结束了 新的年代开始了 伴随着第一场大雪的高密东北乡 像是经历了一场的轮回 在雪中变成了一个新生儿 第四卷一开头 便展现了一场迷幻的雪集 在这场雪集中 所有的人都不许张口说话 身为雪公子的上官金童 被轿子抬起 进行着巡视雪集的任务 这是高密东北乡 一场无声的盛宴 源起于一个叫做门圣武的道士 大家都觉得他半人半仙 这习俗就这样 不知道在哪一辈被流传下来了 雪集这一天 准确地说是女人们的节日 女人们为了祈求多子多福 祈求奶水旺盛 都要来拜一拜雪公子 雪公子赐福的方式也很独特 摸一摸女人们的乳房 在高密东北乡 乳房某种意义上来说 代表着一种幸福的气派 女人要做母亲的 而母亲补育孩子 就是要用这一双乳房 风乳肥臀包含着是女性的两面 母性的诱惑 与母性的慈爱 对于上官鲁士来说 乳房代表着还有上官家的延续 上官家的生存的重量 仿佛在上官鲁士的乳房之上 这一点对于有着炼乳癖好的上官金童 有着更深的理解 雪的降落给劫后余生的人们以希望 带着圣洁与福祉降临人间 所有的苦难在和平中都变得不值得计较 生活继续开始 能安稳的过日子就是幸福 人们对于幸福有许多的期盼 比如说身体健康早生贵子 人定兴旺加油于庆 和平的土壤中便酝酿着 发酵着诸多的奢望 对于母亲来说 子女们的幸福也就是她的幸福 那她的幸福呢 母亲操劳的半辈子 上官家族经历了多少的战乱 又与死神碰面过多少次 这些都难不倒母亲 母亲的强大在儿女面前就更强大 司马廷回来了 政府组织妇女解放运动 希望能够为母亲牵线搭桥 可最后因为儿女的反对 母亲还是放弃了这种依靠 母亲首先应该是一个母亲 才能是一个爱人 第五卷开篇在新中国城里之初 和平稳定的环境 文化就会开花 和平的环境中危难也在发芽 生活就是一个个的故事的总集 每一个故事总该有头有尾 牛尔汗回来了 那个曾经有可能成为上官金童的三姐夫的人 被日本人抓走做苦力逃跑成功之后 独自在深山生存了15年 15年后的回归 与被哑巴性虐待的大姐 又纠缠进了性与爱的狂欢 母亲对于女儿的爱是包容 大姐已经经受了太多的苦难 上官鲁士看着上官来地 与牛尔汗的偷情却没有责怪 反倒是帮着上官来地 提防着哑巴 在世俗的观念中 这样的母亲绝对是个淫荡夫人 作为母亲对于儿女 还有什么不能包容的呢 因为是母亲 所以心疼儿女们所有的不堪的模样 这与世俗无关 最后上官来地措手打死了 撞见他和牛尔汗偷情的哑巴 上官来地背叛枪决 上官家的女儿死了一个 母亲说我们要去收尸 沙枣花说 姥姥算了别去了 母亲摇摇头说 她犯的是一腔之罪 没犯千刀万寡的罪 母亲没读过书 懂得道理比天还大 文革开始了 为了开垦高米东北乡 拿上万亩荒草垫子 大兰镇的青年男女 通通被吸收为 国营蛟龙河农场的农业职工 上官金桶也不例外 上官金桶被分配到一个畜牧队 在这里她遇见了当年 那个被卖给俄罗斯妇人的 七姐上官求弟乔齐沙 由于文革划分的党派 这个省医学院毕业的七姐 被划分为右派 在农场实行改造 七姐不服气这里 违背客观医学道理的配种实验 公开与马瑞莲作对 被马瑞莲 也就是五姐上官叛递 给分配到了畜牧队 与上官金桶一起放养 人们都祈求精神上的满足与风雨 但是没有了物质辅佐的精神 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多少人都想着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能够用精神来力挽筐来 可是少了基本的粮食糊口的生活 会将人的精神尊严 一步步拖向深渊 恶嫖遍野的1960年 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 上官金桶亲眼看见乔齐沙 为了那白面馒头 而失掉了那高傲的性子 曾经在配种问题上 宁可得罪人 也绝对要维护科学道理的乔齐沙 如今却因为饥饿 而尾身于食堂的张麻子 那龌龊的一幕 在上官金桶的眼里 凝成了一片红色的血雾 这将是一个时代的耻辱 之后上官鲁士 听到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上官金桶终于回到了 离开一年的家 在这一年之中 母亲领着上官来地 与鸟尔汗的儿子 鹦鹉汗过生活 当上官金桶 看见母亲的身影的时候 心里一阵酸痛 母亲瘦的 只剩下一副庞大的骨架 母亲为了养活鹦鹉汗 在魔房魔墨的时候 为了不让人发现 就会偷偷将胃 当作口袋装下豌豆 回来再完整地吐出来 洗干净了捣碎喂给鹦鹉 文革进行的节奏又快了起来 红卫兵肆意地横行八道 为了救家 自愿卖身到窑子里面的四姐 辗转回到了家里 一辈子的卖身的积蓄 被洗劫一空 还遭到了残酷的批斗 最后死于了卖身感染的旧病 而上官金桶 最后因为在农场改造期间 那场荒唐的监尸案 被判入狱15年 生命的胡琴 总是要在高密东北乡的大地上 悠悠地低声婉转几个轮回 然后戛然而止之后 便有那说不尽的苍凉故事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母亲是生命的河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最后一个重点 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个上官金桶 莫言说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 精神上都藏着一个上官金桶 对于母性有着依赖的恋如痞患者 其实想一想 不只是知识分子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上官金桶的影子 摆脱不了的依赖性如同跳动的神经 在不经意坚毅闪现 就会让人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境况之中 上官金桶是母亲与瑞典传教父马洛亚所生 是上官家唯一的男孩 上官金桶一出生就生活在姐姐的合伙之下 母亲更加疼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儿子 让人头疼的是 上官金桶从一出生起就患有恋如痞 这自然是莫言赋予人物的一种夸张的怪病 但这也就暗示着 上官家唯一的男丁 不仅仅在身体上摆脱不了对于母亲的依赖 在精神上更是摆脱不了 因为这个怪病 上官金桶从来不使人间烟火 只喝母乳 母亲的乳汁没有后 转变喝羊乳 所以她走到哪里 身边都会跟着一头羊 这头羊就像是一个标志一样 上官金桶摆脱不掉这样的依赖 就永远不会长大 上官家的人生生死死 从一个时代跨入另一个时代 中国的历史在这短短的百年间 竟然呈现出来这么多的面孔 谁能够想到 上官金桶被关进监狱的15年里 这世道发生了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官金桶出狱了 还不如不出来 在监狱待得久了 会把这种生活当作习惯的 上官金桶 这个有着恋如痞的成长不起来的男人 在这惶惶不安之中 面对着15年不曾见过的世道 上官金桶甚至祈求监狱的管理员 不要让他出去 他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做不了 这不是废物是什么 上官金桶在回大兰镇的时候 就已经预示到了 这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面 显而易见的变化 他惶恐 他不安 他感到陌生 他胶着 他窃窃发抖 他唯一想要见到的就是母亲 上官陆氏 这个声誉 他补育他 从来不会嫌弃他的女人 上官金桶在去往大兰镇的大巴站里 遇见了鹦鹉寒 上官来地与娘儿寒的儿子 当年入狱的时候 他还是个那么小的孩子 如今已经成家立业 是的 上官金桶都已经42岁了 母亲与鹦鹉寒的老婆不和 自己搬到了曾经 那个老道士住在的七层宝塔里面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上官金桶在回来的途中 就已经嗅到了这个时代 错综复杂的味道 金钱逐渐地膨胀了起来 充满了从苦难之中 走过来的人们的日子 有人抢先一步 有人落后实力 最让上官金桶想不到的是 处在这个时代之中的人们的思想 也随着这花花绿绿的斑斓景象一同 变得浮躁不安 狂热难耐 比如鹦鹉寒那满嘴油滑和怕老婆的样子 还有他那长得像蛇一样的老婆 自私自利 冷漠无情的心肠 多少的爱可以被时光温柔地相待 赏官金桶 无疑是幸运的 树于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是多少穷尽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心结 当看见白发苍苍的父母之时 我们能祈求的就是希望时间慢一些 慢一些 再慢一些 愿所有的爱都可以坦坦荡荡地 被追逐到时间的尽头 愿所有的思念都要被温柔相待到老 愿天下的儿女都可以息前尽孝 儿子老了 母亲更老了 这15年可以是15个世纪那么漫长 时间搜刮走了太多的东西 也象征性地给你点补偿 母亲瞎了眼睛 可是还好好地活着呀 上官金童真是一个永远挂在乳头上 没出息的男人 上官金童病得奄奄一息 又犯了那吸奶的病 这场病像是自甘堕落的掩饰牌 说是回来之后的睡途不服 但是真正不服的是什么 是这个时代里破旧立新的生存法则 每个人都怕离开赖以生存的东西 习惯会使得人们在生活之中 享有稳定的安全感 在接触到新的事物的时候 人们往往不是兴奋的尝试 更多的是好奇的观察 上官鲁士作为一个母亲 有着一位女性独有的魄力 女性与男性的魄力不同 女性的骨子里面的魄力 要比男性的更要倔强 特别是对待孩子上 女人总知道在必要的时刻 应该怎样磨练孩子 尽管这种情况往往也是 由于母性的不忍造成的 上官金童就是个鲜活的例子 上官鲁士在上官金童贪婪的恋上 了独辱老金 也就是曾经上官金童 作为雪公子的血迹上的 祈福的女人的奶水之后 毅然决然地 让他像个男人的样子 自己去负责自己的后半辈子 这一次上官金童 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于软弱 也决心去改正 好好地追求自己下半辈子 可是你要知道 所有的虚张声势的勇气 最后都会像是皮球一样的 渐渐泄气 何况是上官金童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 到处踊跃着新鲜事物 就像是春季一般 在这个时期里面 有春日的生机勃勃 万象更新 也会带着沉寂了一冬天的 流感病菌 苏醒的不仅仅只有 鲜活的 翠绿的 动人的 向上的 新鲜的生命 还有那腐败的 丑陋的 肮脏的 投机取巧 寻思舞弊 溃烂不堪的罪恶 英武寒和他的老婆耿连脸 合办东方鸟类中心 骗取银行巨款 挥霍浪费 穷奢极欲 最后 铃铛入狱 无解的女儿 鲁胜利 因为贪污受贿 巨款 被判死刑 发达了的司马良 回乡投资 花天酒地 惹是生非 最后逃逆 而上官金童 司马良 为其开办的 生产乳罩公司 最后 也被他的妻子 文革时期 那个欺负过他 和母亲的独角兽 汪金芝的女儿 给吞了 上官家族的戏 越唱越偏离了腔调 眷墨上官金童 被迫离婚了 回到了母亲身边 见过了种种场面的 上官金童 在这个时候 才找到了新的 真正归属 他的母亲 经历了诸多孵化之后 你才会发现 人间最美 是清欢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 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了 《风乳肥囤》这本书中 母亲上官鲁士 坎坷的求生存的一生 以及母亲所孕育的儿女的 曲折命运中 所纠缠在一起的故事 展现了母性的伟大如斯 同时 我们从上官家族的 生生死死中 窥探见了 中国近现代的冰山一角 其次 我们重点分析了 上官金童 这个特殊的人物的存在意义 他的生命中 永远摆脱不掉的 一种依赖感 是我们每个人身上 对母性的依赖的 几种展现 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 上官金童 让我们找到了 人性深处的另一个自己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 被时代推着走的 那个自己 以上就是今天 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